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进行建设的过程中 把解的内容拆成了若干个知识点 那么第一章包括 水分音化学的地位及作用 水分音化学分析方法的分类 随指指标与随指标准 取样保存预处理 分析方法的评价体系 标准熔液 这样六个基本的知识单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分别就每个知识单元进行讲授 第一个知识单元 水分音化学的地位及作用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物质之一 人们对水的认识 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清醒的意识 知道水是一种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 当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水 所以我们印象中的水是状态不一样的 主要表现在水浑浊 有色 甚至呢略有气味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呢 我们都知道 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 导致了大量的污染物 进入了水体 造成了水体的污染 这就是现在国内外最关注的水环境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污染物进入水体以后 它的含量是多少 造成的伪害有多大 就需要一门专业的技术课程 来对它进行分析和监督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 水是无色的 透明的一种液体 那在发生轻度污染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用肉眼去观测到 这个水体受到了污染的程度 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呢 我们得借助一些辅助的手段 来帮助人类 确定这些污染物在水中的含量 是多少 水分析化学 就是这样一门科学 它为给排水工程里面的水处理工艺 水环境评价 废水资源化等等 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具体来形象的讲 就是为我们水研究 起到了一个哨兵和眼睛的作用 它是人们从事这门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过程中的眼睛和哨兵 那么在这门科学里面 我们需要牢固地树立一种量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解决的是 如何利用有效的化学分析方法和仪器分析方法 来帮助我们解决水中污染物含量是多少 这样一个科学命题 所以水分析化学的地位和作用就表现在 我们通过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物含量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作用 起到了眼睛和哨兵的这样一个目标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知识点